哈囉大家好我是臺灣 今天這部影片我想要跟大家補充一下 先前有關科技勝利目標解釋的內容 有我觀眾反映說奇觀的部分沒有講到 藉由這部影片來介紹一下 然後同時也補充一下秘密科技的選擇的部分 那我們先看一下奇觀 奇觀的話關於科技勝利的目標 可以有幾個需要注意的選擇 第一個是艾特曼南基 帝國內所有的沼澤單元會加科技值跟生產力 城市所有的帆南平原單元格會加1科技跟加1生產力 這一個奇觀的話不是一個非必要的選擇 因為你要選這個奇觀 你想要建這個奇觀的話 你必須城市帝國裡面有很多的沼澤單元格 那如果你真的想要建這個很好奇它的效果的話 我建議可以開地圖選擇沼澤的相關地圖 或是把溫度把它調成潮濕 之後整個帝國裡面就會很常出現沼澤單元 那這個效果就會很強 接下來下一個奇觀是桑卡雷大學 它是跟大學是在同一個科技樹裡面的 那其他文明通往此城市的貿易循環會 會為該文明提供加1科技跟加1金幣 每一條通往此城市的話 有貿易路線也會加2科技喔 國內貿易者是額外加信仰 必須注意的條件就是要在沙漠或是沙漠丘陵上 而且要鑲林建有大學的學院區域 所以它基本上一定是只能夠站在沙漠 這是要注意的點 那另外一個考慮的點是說 這一個奇觀你想要用它的話 你必須要調整你的貿易路線的起點和終點 尤其你可能要把所有的貿易路線 都讓它可以經過你現在的設定的這一座城市 然後再讓它去建 你可以稍微觀察像你帝國裡面的貿易路線 大概都會經過哪一座城市 如果它的這座城市的生產力夠的話 可以來考慮要不要建這一座山卡雷大學 通常AI不太會去搶這一個奇觀喔 因為這個奇觀相對來說需要的作業比較多 那剛剛提到的艾特曼南基 這一個也其實也還好 AI的話通常不會去搶這一個 下一個科技下一個奇觀我就覺得比較重要了 牛津大學如果是科技勝利的話 基本上會建議大家可以的話就把這個搶下來 牛津大學它會幫你當前的城市加20%的科技值 同時還會隨機獎勵兩項免費的科技 會直接幫你解開喔 不是單純的遊禮卡而是完全解開 不過它也必須建立在有大學的學院區域的草原或是平原上 要在附近有大學的學院地區上 你就要先預先的考慮說你的學院的位置 有沒有辦法旁邊有這個空間可以讓你建牛津大學 它還會有額外加3的大科學加減數 然後會有兩個巨作的著作槽位 算是蠻彈性算多元的一個奇觀 如果有科技勝利目標的玩家可以把它搶下來 因為AI通常也會想要搶這一個奇觀 好那科技術方面的奇觀 科技相關的奇觀就先到這邊了 我們先來看文化試證數相關的科技奇觀 首先第一個是大圖書館 它跟剛剛的牛津大學有異曲同工之妙 它的效果是所有遠古和古典時代的科技會獲得提升 也就是你會獲得優禮卡 然後其他玩家招募大科學家之後會隨機獲得一項科技的優禮卡 那這一個東西在前期因為它是古典時期的奇觀 你這個東西拿下來之後後續它的帶來的效果會非常的多 因為你其他玩家越多 那你這一個大圖書館奇觀的第二項 玩家招募大科學家之後獲得的科技提升效果會越強 等於是其他玩家會免費幫你獲得免費的優禮卡 那這個東西也非常建議科技生意的玩家可以把它搶一下 通常AI也會想要搶這一座 那再來另外一個是魔索拉斯王林木 這一個東西的話其實一來是它的海岸單元格 會有加一科技加一信仰跟加一文化值 這個對於海港城市來說會有蠻不錯的加成 尤其如果你的首都或者是你的城市 如果是有很大滅積的海岸的話 非常建議可以把這個東西拿下來 它的另外一個效果是大工程師可以獲得一點的使用次數 這一個的話它對於後期的某一些很強勢的大工程師為人 會非常的有效喔 那不過它的缺點是它必須建立在港口區域附近啦 所以如果你的帝國全部都是內陸城市的話 就可能就沒有必要考慮這個囉 好再來下一個奇觀是阿蒙森斯克特南極戰這個奇觀 它會幫你所有的城市加20%的科技跟10%的生產力 如果在距離城市三單元格的範圍內有五個學弟 要記得是五格喔 不是只有學弟就可以喔 五個學弟或是秋庭學弟單元格的話 而且都位於此玩家的領土內 以上的收益會加倍 也就是會變40%的科技跟20%的生產力提升 不過它必須建在學弟單元格上的學院旁 而且其中要有研究實驗室 這算是蠻後期的一個選項 畢竟它是原子能時代的奇觀嘛 但這一個奇觀的話你就必須要考慮一下了 因為大部分的文明我們不太會想要在雪地上面開城市 除非像是俄羅斯或者是先前玩過的加拿大 可能就比較能夠利用得到這一個奇觀喔 但一般的玩家可能就要看狀況囉 如果你真的有城市是在雪地附近的話 那或許可以考慮看看 好那以上就是科技設定目標奇觀的相關的部分喔 那我們接下來可以來看一下秘密結射的部分 秘密結射的話呢 我比較會推薦科技勝利的玩家走黃金黎明協會 的這一個秘密結射的喔 它的觸發條件是必須發現自然奇觀後解鎖 自然奇觀之後解鎖之後 你就可以選擇要不要信仰黃金黎明協會了 那黃金黎明協會的話 它的第一個直撐的效果是會讓你的地圖上顯現出地脈的資源 那這一個地脈它會幫助你後續的其他特色區域有帶來相似的加成 假設說今天 呃我們看一下帝國 來我們看一下帝國的 以這一場為例子的話 我們也來看一下帝國的部分 那我目前這邊這一個 比如說這一個學院這邊是加三 那如果說我今天在這一塊地形上面是一個C脈的話 它會額外幫我的科技再加一 然後這邊的這個文化也會再加一 所以它然後這個工業區會再加一 也就是說它會幫你的周圍所有的對應區域都增加對應的額外的加成 這一個地脈的話 對於學院來說會是一個非常強勢的加成 尤其如果我今天是在這個位置有一個學院的話 旁邊又如果剛好有地脈的話呢 那它就是額外又加一 這邊又額外又加一 那後續的話地脈還會有更多的相關的加成可以去做調整 後續再來黃金黎明協會的第二個指稱是 它會讓你解鎖 鏈金數會所的這一個選項 鏈金數會所這邊它是會取代大學 這個學院區域商生成等同於其科技值相齡加成的金幣 這也在對於經濟的加成來說會是一個蠻大的輔助 因為你當你在強化你的科技的同時 你不可能忽略經濟 同時你也不可能忽略生產力 這是很重要的一點 你如果可以利用這一些額外加成的金幣去幫助你 直接用錢來購買一些單位或者是一些相關的建築的話 幫助你的生產力省下非常多的時間跟精力 那它的效果是加4科技加2生產力加1住房加1公民槽位 同時也會給你大工程式大商人跟大科學家的點數 它其實對比一般的大學來說是有蠻大的優勢 大學只有加4科技加1住房加1公民槽位 同時有加1的大科學家點數 如果可以的話如果你覺得OK 那我建議就是先選黃金黎明學會 把它第二個強化解開 然後趕快把就是煉金書會所 直接把它建造起來 不管是用買的或者是用生產的都可以 不過這邊最後有一個要補充的是 如果今天你選的是黃金黎明學會 然後你已經把煉金書會所取代的大學了 那剛剛前面提到的一些像是山卡萊大學 或者是牛津大學甚至大圖書館 這些習慣他們都必須要求要學院裡面有大學的話 另外有一個是研究實驗室的不用 但有需要大學的那些器官的話 他可能就沒辦法讓你建在這個城市裡面 因為他是需要大學而不是煉金書會所 這算是一個大家在選擇上可能要做的取捨 如果你想要走黃金黎明學會的話 那你就必須要捨棄掉另外兩個需要用到大學的器官 接下來下一個升級的話是閒士 他在工業時代解鎖 每獲得一個偉人任何一種偉人 注意地脈獲得的與此偉人的區域類型 零箱等資產出變加一 也就是說我今天獲得了一個大科學家 那這個大科學家如果在學院的裡面的那邊使用效果的話 這一個學院就會額外加一的效果 假設我現在獲得了一個大科學家 然後來這邊把這個效果解開 大科學家應該說獲得一個大科學家之後 這邊的這一個學院就會獲得加四 就會變成加四的加成 如果還沒有低賣的話 OK 那這是他的效果 如果是大工程師的話 這邊就會在額外加一的公共生產力 這是他的效果 那額外的話就是海軍統帥跟大將軍會獲得加一的科技值 這一個效果就是讓你說 如果你在科技的同時 你也想要走一些些的軍師 或者是有軍師要做防禦的話 你也不會因此犧牲掉科技的來源 最後一個愛華斯強化就是比較偏後期的效果了 他會是解鎖秘術研究 這是一個城市的項目 任何城市都可以做 只要你是黃金黎明協會的話 那這個城市的他會提供 啟用的時候會提供金幣 那完成的時候 他會根據該城市中的地賣數量 獲得尾仁點數跟科技值 那這個東西就是基本上你的城市裡面 如果有越多的地賣 你的尾仁的點數就會獲得更多 科技值也會更多 不過通常這最後一個項目 他們的生產力都會要求蠻高的 所以通常以我自己在玩的時候 是很少會需要去做最後面的這一項 因為除非你真的已經沒有其他東西需要做了 不然的話通常會有其他更高CP值的選項 OK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采旺 我們下次再見囉 假設的問題是留言或是討論 也歡迎大家按讚訂閱分享 我是采旺 下次再見 掰掰